受理級見到胡惟宗這樣的打扮 別以為在看一間沖油 其實正在看永安旅遊之衝出給你新態度 為什麼要穿成這樣呢? 毛坦宇是漫哥一間新開的五星酒店 豪華五星酒店去看它 當然要打個煲 這間酒店進可攻退可守 那邊就是BTS站 這邊走的就是四面神 去拜神絕對方便到不得了 拜完神還可以上去看一看 今時今日泰國曼谷大多數的五星酒店 之上都會有無邊際並前 這裏都不例外 而看出去的竟然是曼谷的馬場 什麼真的有馬跑?久不久有 如果平時沒有馬跑日子 那些人就會在這裡打Golf 那會不會有機會那些球都打過來? 當然不會 先喝一杯雜果冰 裡面又有冰、檸檬、士多啤梨 還不是雜果冰 這一層正是酒店的SPA地帶 兼且可以做健身的地方 這個健身中心24小時營業 於是大家可以隨時 5點鐘睡不著來在這裡玩健身也可以 還有也有一些耳桶免費借給大家 也有濕紙巾 可以給你用 用來抹寒落 真是這個設施幾不得頂 當然外面還有一個不錯的景 一邊踩單車一邊看景 都還可以 又或者同時間 一間先生可以在這裡做運動 太太可以在這層樓的SPA裡 享受SPA treatment 來看看 她的SPA房裡面 環境相當不錯 亦可以看到外面的馬場景 這個價錢如何呢? 一個半小時左右 大概五千匹 五千匹 即是差不多千多港幣 而在五星酒店裡 都差不多 這間港港在2018年8月31日 才開啟的五星酒店 裡面有超過170間房間 分了六種房間種類 舉例如果是一家人 就可以住這些房間 裡面一間房間 這裡有一間 關上門 就是閉門一家親 但若然只有一個人 或者兩人的話 就可以住普通的Deluxe房間 即是這間 這間Deluxe房間 雖然是房間種類 裡面較為普通的一間 但尺寸超大 有幾多呎? 五百多呎 原來今時今日 在曼谷遊客區酒店之中 有五百多呎的房間 就是最普通的房間 很難得 看看她的裝修層次 原來她的設計 正正來自香港 一位很出名的室內設計師 有她的作品 真是身色不少 看看廁所那個 進來廁所浴室 環境都很大 我最喜歡的就是洗澡的位置 這個位置 保證洗澡 就不會出來 整地都濕透 更加喜歡的 就是廁所部分 有智能馬桶之餘 真的有門生 今時今日晚上 那麼多的酒店 總是情侶酒店 完全沒有遮掩 已經近熟都好 都不好意思 你個人沒有問題 那些味道都會走出來 於是這個有門生 廁所就是智能馬桶 正 另外就是 入到房間裡 我一定會地毯式搜索 一些USB插頭 或者一些插電的地方 這裡絕對充足 那邊又有 甚至乎床的旁邊都有 這個很重要 因為試過在一些酒店 插頭是老遠 早起床要玩電話 臨時要玩電話 你的插頭不在附近怎麼辦 在靜隔離真的非常之好 今時今日 泰國馬高大多歲 五星酒店 都一定會有天台餐廳酒吧 這間都不例外 不過這裡的天台餐廳酒吧 就在室內不是室外 於是乎打風下雨都不用怕 來這裡不一定 像我那樣 穿了這個萬利服 打煲胎 但起碼背心短褲拖鞋 就不可以 那你會做 這裏的天台餐廳酒吧 總共分了三層 上來55樓 這一層 原來就是吃扒的地方 一個扒房 全部落地玻璃 看到的景色 都真的挺不錯 在這裡吃一餐 一千多匹左右 很便宜很貴 再不是 其實在這裡喝東西都可以 不過我 highly recommend 喝東西就要上多一層樓 在這個55樓的扒房上一層樓 就是這個天台的酒吧地帶 環境相當漂亮 可以在這個位置 哇 多開陽 簡直是180度Panorama 美得不得 不過我人就比較黑心 我喜歡下雨 我說不好聽 這個時候下雨閃電更加正 不過其他天台餐廳的客人就比較慘 因為室外 我這裡室內就不用怕 進來這個天台酒吧之上 你可能會見到 以周遭掛了一些畫 甚至乎有些油畫的工具 又或者桌子那麼髒 這些不是髒 是設計 這裡的主題是畫家的工作室 所以你會見到 周遭有些畫家的工具 甚至乎把木桌 由於畫家畫過的桌子 用過的桌子一樣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再上一層樓 就是這個香檳吧的所在 這裡門口有個機關 機關呢 就看你按什麼按鈕 門就會開 我看那麼多間諜片 一定就知道是這個按鈕 不開的 這個 都不開 都不開 誰才開 因為你知道 來幫你一次就知道了 這個香檳吧 雖然叫香檳吧 但是顧客上來 不一定要喝香檳 喝其他的咖啡都可以 而這裡的座位 較為Piracy 所以如果你兩三個人的話 就建議你上來這裡喝 如果一條人的話 樓下那個 坐在看著Panorama景 那裡就適合你多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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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